打起精神 听一个单口 双口相声 然后我们这次的TOPICAL是 通过HAMI去管理整个 异构的AI基础设施 然后我们是HAMI社区的 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李萌贤 我来自于第四范市 然后我是张肖 来自于Docloud 刚刚三点多也给大家 在这个房间做过一次分享 然后我们是HAMI的Manteller 接下来的话筒就交给了孟轩 OK 行 现在我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项目 首先这个项目的诞生的背景 其实就是现在没有 一构算力其实是一个寸步难行的 一个状态 首先一构算力在机器学习 包括AI领域使用的越来越多 并且我们在K8S中 使用一构算力其实也是越来越多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在大模型开始逐渐的 这个领域开始火热之后呢 整个的一个算力 是以每年375倍的一个速度来递增的 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 按指数的增长的一个曲线 并且呢 算力厂商为了适配这种需求呢 他们推出旗舰卡的速度也是逐渐加快的 并且旗舰卡的规格 也是一个指数据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 大家可以看到从2015年到2022年这个英伟达他对于这个他的GPU其实已经做了多次的一个升级迭代 并且我们这些随着迭代速度的加快我们可以越来越多的在一个机群中看到不同种类的移构算力和不同型号的一个移构算力 可能一个机群中新的型号也有老的机群老的型号也有 对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但是相对来说呢 虽然说是卡 它的规格越来越多对我们运行一些比较吃算力的任务来说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卡的利用率可能并不能满足我们的一个预期 特别是当我们在K8S上没有介入任何调动工具和VGPU插件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一个卡的算力可能对于一些运维同学来说是低到不大能让人接受的 这个是在我们平时的一个某一个金融客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这么一个V100的一个使用率的一个图表 可以看到他哪怕有任务在跑的情况下 他的显存占用率一般来说也就是12%左右 这是有任务 没有任务的时候他干脆就是直接就挂零了 就是0% 那么像这样的卡 我这还仅仅是一个V100 像这样的卡网上分配任务的话 那么我可以网上分配4到5个这样的任务 才能把这个卡的利用率整个给占满 那么如果说是你只往上只能按照K8S默认的调度逻辑 只能是单卡独占的话 那么你就只能网上分配一个任务 那就是其实大部分的一个显存和算力资源 其实都被浪费掉了 那么如果说大家是一个运维同学的话 可以关心一下 比方说自己已经有一个英伟达的一个设备的一套集群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设备的利用率大概是多少 据我的了解的话 一般来说在这个金融场景像是银行证券的话 他们整个的一个研发集群的利用率可能也就到个2%左右 另外还有一个背景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国产的一个新创 它也加入这个卷赛率的这么一个赛道里面来了 可以看到从2023年整个的一个国产的一个柄状图来看 因为它还是占据的绝对的垄断地位达到85% 但是国产的卡它也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有自己的一份市场 比方说华为10% 然后百度2% 像其他的天书至新 摩尔县城 海光 对登陵必认这些 他们也自己都有自己的一块 可以说是一个业务领域吧 并且随着以后国家对于新创投入的增加的话 这个可能比例还会继续的变大 对 但是说实话 这个国产算力其实跟英伟达相比起来 其实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体现在卡的规格上 而是体现在这个生态环境上 因为英伟达它跟机器学习的框架 像PyTouch、TensorFlow 他们合作的时间比较长 现在如果说是大家内部研发 有一些科学家的同事的话 可以看到他们使用英伟达的PyTouch和TensorFlow 是特别特别习惯的 对 但是如果说是你要让它适配一些国产卡的话 那么它可能就要去进行改造镜像了 或者说是如果是要华为的话 就要去让它迁移框架了 比方说你要华为的话 得迁移到这个MindsBall上面 如果是用百度的话 可能得让它迁移到PyTouchPyTouch上面 这个学习成本对于它来说 可能是一个对于企业来说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成本 对 也就是说甚至有时候 这个人需要适配新框架 需要适配新设备的这个人天成本 其实是要大于卡的这个成本的 就是就会呈现一个成本倒置的一个现象 就是哪怕我这个卡免费给你用 但是你用这个卡你需要花的一些电费 机架费以及人天的一个学习费用 已经超过这个卡本身的价格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制约 这个国产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并且国产卡也有前面提到过的 就是单卡就是K8S调度器 会默认单卡单用的这么一个情况 也会也会存在 对所以说 为了适用这种趋势呢 我们提供提出了这么一个哈密的 这么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主要做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提供一个算力切片的一个能力 就像前面第二张图提示的那样 如果说是一个任务 没有办法把一张卡吃满的话 那么我可以只为这个任务分配出一个算力切片 然后这个算力切片的大小呢 刚好可以满足这个任务的执行 那么余下的这一部分呢 我可以分配给更多的任务 可以这样相当于可以让多个不同的任务 可以共享在一个设备上 这是一个算力切片的一个能力 另外一个能力是一个 一顾资源的一个管理能力 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呢 我们目前是支持英伟达 韩武器 天树 智新 海光和华为 这五种的一个算力切片的 这个五种的算力切片 就是可以通过统一的一个分配方式 然后非常方便的能够让用户的申请到 然后另外的 没有列出来的甚位厂家呢 我们也是完全支持 就是完全能够支持 它以这个像K8S现在默认的 单卡单用的方式来接入集群的 并且我们在调度层提供了 对接了目前默认的一个 酷部 default scheduler和 Vorkeno scheduler 对我们也都进行了一个适配 并且我们跟其他的一个项目的 一个主要区别在于 我们是提供容器内的一个硬格力机制的 也就是说我们 分配出的一个算力切片大小 在实际容器使用的过程中 并不会用超它所分配的一个配额 并且我们自己这边也提供一个 统一的一个监控能力 包括节点级和集群级的两层监控 这边都可以方便的对接到普罗米兽丝上 然后我们哈密他具体的 他能做什么 可以从左下角的张图 挺方便能看出来 比方说现在A和B两个用户 每个用户他各提交了一个双卡任务 但是他这个双卡任务 其实并不能吃满整张卡的算力 那么比方说一个用户 他A用户 他这个双卡任务 每张卡可能只占10个G 然后B用户 他每张卡也占个12个G 那么如果说是我们不用哈密的话 按照K8S默认调度器的话 他一定会给你分配4张卡 如果使用了哈密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一张V100 他一共32个G 他除了他把A和B 两个都附用在同样两张卡上的话 还能留出10个G来给其他任务用 所以这个使用哈密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到他可以把A和B的两个任务 附用在这两张卡上 然后这样的话 另外两张卡就可以余出来 给别的任务来使用 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集群的 一个整体利用率和TCO 这个我们的哈密的一个主要的特性 其实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是动态 第二点是硬隔离 我们首先是提供一个多种不同的 一个AI一个算力的一个切片能力 就是像前面说的 英伟达 韩武技 海光天树 华为 升腾 并且我们是可以自定义的一个切片大小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动态 就是我们并不是说像英伟达的Meg那样 就是提前预设好每一个算力切片是多大 我们是可以在任务执行的过程中根据任务 你可以在resource里面 resource字段里面自己配你到底需要多大的一个显存和多少的算力 并且我们这里有一个hard resource isolation 意思就是我们是这个分配出的一个算力 它其实是一个资源沙盒 也就是说你这个任务它在容器层并不能用超你自己给它分配的一个算力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任务的一个KOS 并且保证它不会侵入到其他的一个任务的一些 不会侵入到其他的容器和那个进程的地址空间里面去 并且我们还提供了一些额外的一些附加的能力 比方说我可以通过UUID来指定这个任务 需要之前的一个设备到底落在哪一个设备上 我们也可以指定这个设备它到底它对应的一个型号是什么 我们还提供一个设备的一个优先级的能力 张肖他在上午两点的那个分享上可能给大家看了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给任务分为高低优先级 高优先级可以抢占低优先级任务的一个算力 并且我们还提供一个多种不同的一个调度能力 有一个binpacking 也就是说碎片最小化的一个调度能力 和spread的一个均分的一个调度能力 前面说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整个的哈密他们做的事情 但是有一点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哈密如何是在英伟达的设备上 实现它的一个硬隔离能力的 这个就是由于我们其实有一个内部实现的一个叫哈密靠的一个动态链接库 动态链接库 然后这个动态链接库会在device8e层去对容器进行一个挂载 并且通过LD preload的环境变量 使任务查找符号的时候会优先查找哈密靠里面的符号 然后这样的话哈密靠就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cuda driver和cuda run time和cuda driver层之间 也就是说所有的cuda调用一定会从cuda run time传递到cuda driver 在这个过程中哈密靠通过符号劫持能够让在dlsym符号查询的时候 优先查询哈密靠的一个同名符号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哈密靠就可以把自己放在这两条调用链中间 然后他就可以获取到每一个cuda具体的一个调用 包括他的一个参数 他也会从底层获取到这个函数的一个返回信息 通过这种方式哈密靠可以获知当前任务 他一共使用了多少的一个资源 包括显存和算力 那么所以说对于他来说 如果这个任务他用超了自己的一个算力切片 给他分配的一个数值的话 那么他就会往上返回OM的一个信息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一个硬隔离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具体来看这张图 就是这个图就是一个典型的使用哈密的一个 来申请算力切片的一个图 在这个任务中呢 我们使用了两个GPU 然后每个GPU呢 我给他分配10个G的显存和30%的算力 那么我对于用户层来说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 其实就把这几个字段写到 他那个resource的limit里面去 这是一个特别方便的一个事情 那么只要用户层这么做了 那么剩下的事情就完全交给哈密来做了 哈密就会首先从这个集群中挑出两张卡来 然后能满足这个需求 比方说现在假设集群都是由V100构成的 那么他就挑出两张V100来 V100是32个G 然后他会从里面切出10个G 因为这个任务他就需要用到10个G 他就切出了这两个卡的各10个G 给这个任务来使用 然后另外22个G呢 他就可以让其他任务来进行复用 就通过这种方式 并且你在容器内通过NV电SMI查询的话 你可以看到 你这里面它的显存使用的上限 其实就是10个G 就是这里跟你这个算力切片的分配的数值是一样的 对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提出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意思 就是你到底你这个任务 你想分配多少的显存 你在这里写多少 那么在容器内它可见的显存其实就是多少 这里就是一个资源杀核的一个机制 对 同样的机制也可以扩展到 我们目前支持的一些其他的设备 比方说这是一个华为升腾的一个910B 它是一个64个G的显存 那么我这个算力切片呢 我指定了一个910B 然后我指定了一个16个G的显存 那么我在容器内看到的 我用NPU SMI看到的 可以看到它的可用显存也是16个G 也就是说 对于华为升腾呢 我们也是有容器内的一个硬隔离机制的 同理对于天数至新的M100来说 它的一个正常大小是32个G 那么我在这里面我申请了一张M100 然后为它申请了50%的算力和64个单位的显存 这里的话一个一单位的显存 其实是256兆 所以你去拿64乘256一乘是16个G 那么我在容器内通过SMI看到的 其实它的显存上限也是16个G 包括韩武G也是 韩武G370X4是23个G 那么我在这里我申请了一个 申请了一个370X4的一个MLU 然后我在这里指定了使用了20%的显存和10%的算力 那么我们在容器内CNM1看到的它的显存上限 其实也是4660兆 可以看到正好是23个G乘上20% 对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一个算力切片的一个动态 一个算力切片的一个能力 对 除了刚才那几个以外 我们还提供了一些 就是对于一个特定任务来说 它可以指定自己运行在哪些型号的卡上 或者避开哪些型号的卡上 就是通过一个白名单或者黑名单的机制 比方说一个训练任务 它想把自己运行到A100上 那么它就在这个自己的那个注解里面 加一个U4GPU type冒号A100 那么它就会就被就会被哈密的一个调度器所识别 那么它就会只会往A100上来分配 如果不构分的话会显示任务在喷地 对 如果说是我一个推理任务 不想把它分配到A100上的话 那么我可以在这里写一个no-use GPU type A100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会在分配的时候避开A100的一个节点 对 然后这个就是前面说的那个设备优先级 就是任务优先级 我们简单来说 这个任务优先级使用起来特别方便 我们只需要在任务的一个环境变量里头 加上一个CUDA Task Priority这个环境变量就可以 目前只支持两种的优先级 一个是零 零代表高优先级 然后一代表的是低优先级 然后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当两个优先级的任务同时跑在一张卡上的时候 只要高优先级任务 它目前有在处理请求 那么它就会完全屏蔽掉低优先级任务的执行 它这个场景主要是用在训练和推理混步的场合 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一个需要响应时间比较及时的一个推理服务 但是它的流量本身比较少 像这种情况 我们如果让它独占一张卡 就会觉得有些浪费 毕竟大部分时候它的利用率可能就肉眼可见的0%或者1%这种 但是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服务 它对于响应时间有一定的要求 你还不能把它下掉 那么怎么办呢 我可以部署一个训练训练任务 跟它一起放在一张卡上 同时训练任务可以设置成一个低优先级 这样当这个推理任务没有请求来的时候 那个训练任务就可以吃满算力 就可以做它的一个训练 然后推理任务有请求来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中断自己的 或者暂停自己的一个执行 然后让推理任务把这个全部的算力都拿来去做推理 然后这样的话 对于用户来说也会呈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推理的 这些一个响应时间 并且不会浪费这张卡上的一个算力 而且整个过程呢 其实对于GPU任务来说是完全透明的 就是应用层其实并不需要对它做任何的一个修改 包括镜像和代码都是不需要修改的 只需要在这里加个环境变量 它就自动适配了 对 我们还提供了一个显存超卖的一个能力 显存超卖就是其实是用的 Kuda它8.0带的那个UVM 就是统一内存地址的这么一套机制 它其实是可以把内存填充进显存 当作显存的交换区来用 就是跟我们类似虚拟内存 就是swap的那种方式来类似 对 简单来说就是我在部署的时候 我可以指定一个虚拟比例 如果说这个虚拟比例大于1的话 那么它就会开启这个显存超卖的一个模式 比方说我一个23G的一个让A10 它平常是23个G 那么如果说是我这里设计着超卖比例为3的话 那么它就会填充46个G的内存进来 也就是说当我这个容器 我这个任务看到的话 这个让卡虽然是个A10 但是它总共一共有69个G的可用显存 当然这里面其实有46个G是由内存填充进来的 但是对于任务来说它并不需要这一点 知道这一点 它只需要知道这69个G都是它的可用显存就可以了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 就是整个任务 就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压榨设备的一个利用率 可以看到一张23G的一张A10 如果说是你不用虚拟显存的话 它可能只能跑一个13G的一个推理模型 但是用了这个虚拟显存之后 我就可以在这上面再额外多跑一个 从8个变到后面的一个16个 并且利用率从原来的50%提升到到100% 当然使用这个能力的话 其实是会有一定的一个overhead 因为这毕竟涉及到一个显存和内存之间进行的一个数据交换 当然这个数据交换 其实是完全是由Linux内核和KudaDriver层来进行的 所以用户其实对此是没有感知的 对 但是表现出来可能会是让推理的响应时间增加 或者说是训练的速度变慢 这其实是有一定的性能开销的 所以说我们一般用这种场景的话 建议是用在那种流量比较小的推理场景下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可以进一步压缩 压榨这个每一个设备 每一张GPU的一个利用率 对 在这种情况 并且我们还能提供一个调度策略 就前面说的 我们提供一个碎片最小化的一个调度策略 和这个均分的一个调度策略 就是碎片最小化的话 就是我在分配的时候 我会优先往已经有任务的节点上 或者是卡上去分 这样的话分配出来 它一个碎片是最小的 然后均分的话就正好相反 均分的话就是我会尽量的均匀的分布在每个卡上 或者是每个节点上 这样的话其实任务 对于任务来说 它的性能会比较好 因为它的卡或者是 或者节点 没有其他的任务在用 对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 对于特定的任务来说 它可以去在这个注解里面 去添加自己需要的一个调度策略 然后HAMI Scalier 会根据这个对应的一个注解上面的信息 去对它进行针对性的一个调度 然后我们也支持 就是指定默认的一个调度策略 对 这个是HAMI的一个benchmark HAMI的benchmark 其实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引入了一个HAMI Call的一个机制 就是把自己把这个HAMI Call本身插入到这个 KUDA的一个调用链里面 插入到这个KUDA runtime到KUDA driver层 这么一层调用里面 所以很多人会担心这个性能 我们加了中间一层 会不会导致这个任务跑得变慢了 对 所以我们这里做一个对比实验 就是一个是用普通的NVIDIA device法硬跑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用HAMI device法硬 但是HAMI device法硬我在这一层 我就没有做任何的虚拟化 我只是把我们的中间层那个插件 把它放上去 然后也是相当于整卡独占的方式去跑 就通过这种方式来看一下 就是可以看到这个 对照组用英伟达 device法硬跑的是一个蓝色的柱状 然后我们是用HAMI跑的是一个橙色的柱状 可以看到这个响应时间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反而在不少情况下比原来都要快 当然我理解这是因为 其实是背景的一个白噪音的一个机制 就是你可能测不同的次数 它可能每次都不一样 它有一定的波动在里面 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也能说明 其实我们这个overhead 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我们经过多次测试 基本上是可以得出结论 它是小于1%的 或者是小于0.5% 对 但是另外一个层面 如果说是你用使用了HAMI 从而能让任务复用在同一张GPU上的话 可以看到它对于一些瓶颈不在GPU的任务 其实是可以带来成倍的一个性能提升的 而对于一些可能瓶颈在GPU上的任务 比方说它一个任务就已经把GPU吃满了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 它的性能基本上也是持平的 也是跟原来的差不多 并不会造成性能的一个下降 所以说这个性能的话 大家其实可以不用特别的担心 我们另外提供了 另外提供了一个整个的一个 异构算力的一个监控能力 我们监控能力体现在有一个集群的接控 和一个节点的监控 集群的监控就是 整个集群里面有多少个不同的异构算力 然后每一个异构算力呢 它的显存是上限是多少 然后已经被用了多少 被哪些任务使用的 被哪些用户使用的 就是这个是一个分配数值的一个监控 它是可以从Scheduler的一个31993端口的 Matrix里面去查询 然后可以演示 直接把它推送到普勒米修斯 然后可以进行持久化的存储 或者是通过Graphine 把它进行可视化的一个呈现 然后另外一个在Node层面的话呢 我们是提供一个实时的一个流量的监控 然后这个实时的监控呢 其实就是它所能呈现的内容 其实就是这个节点上 它的一个任务的一个实时的使用率 它跟这个分配数值可能是有差别的 就是一个举例来说 一个任务它可以分配了之后 它不去用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只有分配量 然后它的实时使用量就是零 就是它 就是我们是提供一个分配数值 和一个实时用量的 这个两个维度的一个监控 对 都是可以非常轻松的 往普勒米修斯上去 去网上推 并且从Graphine里面去查的 对 行 然后接下来的话 让张肖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哈密的一个使用案例 好的 感谢孟轩非常技术的一些分享 就是那我这里可能从用户的使用的一些场景 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哈密 比如哈密适合做什么 然后哈密不适合做什么 因为哈密并不是万能的嘛 首先第一个场景可能就是在一个 比如说大模型的推理场景下 那哈密通过虚拟化的一个技术 让之前的任务可能从独占一张卡 然后变成了多个任务可以附用一张卡的这么一个维度 来去阐述 其实 甚至在很多之前可能一些客户 由于志愿量很少 他们可能很多一些模型的阶段 比如像inbending 他们可能会在CPU上面去跑 这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像几千张上万张卡的公司 或者是企业还是非常少的 就这个场景就是他们把之前的 以CPU的任务独占的维度 变成了复用的一个维度 像之前最多跑可能是四路吧 并发 现在可能八张卡 每张卡都可以以卡的维度 去跑各种各样的一些任务 把它的使用率可能提升了吧 还有一个场景 其实就跟我们写代码一样 可能我们先得进行开发测试 上到一些压车的环境测一测 然后最终再上到生产 一个大模型的开发 应该也是需要同样的这么一个流程 那HAMI在AB test里面 其实也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像很多的科学家 甚至一些科研机构 然后他们会自己实验环境 或者是一些测试环境 可能需要去验证 快速验证一下自己的一些模型 或者是算法对不对的情况 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场景 比如说我们把整个卡的资源 可能分成了三份 那生产环境可能是90%的 那可能他们比如说是大模型的训练 可能要独占很多张卡 那剩余20%的可能就会分成测试 或者是连条的一些 那这些其实就是为了快速去验证 那这些卡其实是可以通过虚拟化的这些手段 让更多的任务去共享一张卡 让帮助科学家以及比如说很多高校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场景 让更多的人去用到卡 当然这个过程主流的大模型都是 大模型的框架都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一些支持 像 然后就是这个场景其实也是很典型的 刚刚宣宗其实讲到了 哈密有一个任务优先级的一个概念 可能我先解释一下这个任务优先级啊 就是这个是针对invidia的卡 可能我们有 因为我们有一个哈密块嘛 它其实就是做了一次枯大层面的一个拦截 那我们在里面其实有一个状态机 我们相当于会监控每一个访问哈密的 访问枯大的这个程序 然后去给他们做时间片的轮转 那这个场景的一个典型的意义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企业 还是它的卡的数量其实是瓶颈 那很多时候可能就是 在线和离线 或者是说训练和推理的任务会一起用 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就用到了 社区的像wakalo或者是q的这种对立机制 去管理他们的容量规划 但是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 可能还有一些推理的任务会跑 比如说白天推理晚上训练 那这个时候 晚上其实也会有推理的任务进来之后 他们的优先级就会变得很高 那这个时候训练的任务还在跑着 那一个传统的模式可能就是 推理的任务进来之后 训练的任务会被kill掉 那一个训练的任务被kill掉之后 它在重启 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成本的 那结合哈米这个算力抑制的这个功能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高优先级任务来了之后 低优先级的任务其实没有被kill掉 它只是算力被抑制了 等这个高优先级的任务跑完了之后 低优先级的任务就恢复了这个算力的供给 这个在很多我们的真实客户案例里面 他们用来做潮汐以及混布的这种场景 还是比较多的 那这是一些经典的场景啊 当然今天其实有很多小伙伴也跟我们一起在聊 哈米其实有一些场景还是比较有局限的 这里可能我额外的补充一下 那比如说哈米它到底不适合做什么呢 就是可能我们和孟先刚刚在线下也有过探讨 如果当你的GPU的算力本身就是瓶颈 就是你的算力一直就不够用的场景 比如说我要用两张卡要用五张卡要有很多张卡去做 比如说流水线并行这种 它的算力本身就不够用 那这个时候其实用哈米是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的 当然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买了很多张卡回来 它的使用率可能只有10% 20% 那我们可能通过切片以及一些硬隔离 加上我们的调度 然后还有一些任务的优先级 这些组合搭配应该是可以帮他们比较好的提高这个算力的使用率 对这个可能我稍微补充一下 那我们接着讲哈 就是哈米和Wakalo在这个生态也是结合的非常紧密的 就是Wakalo大家熟悉AI的应该都知道 它算是CNCF里面一个非常非常火的一个AIP处理相关的一个开源项目 那这个Wakalo里面的GPU的虚拟化和硬隔离的这个技术和方案 其实就是我们哈米社区提供的 那整个的一个集成方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Wakalo其实它也有scheduler还有device plugin这一层 那哈米和Wakalo的一个结合的关系是在device plugin启动的时候 它如果使用了GPU虚拟化的这么一个能力的话 它会把哈米相关的就是哈米core给注入到POD里面去 做一个CUDA的一个拦截 然后提供一个GPU虚拟化的这么一个能力 对当然整个的使用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现在基本上可以做到开箱即用 首先可能我们就是去启用一下 在Wakalo scheduler这块去启用一下它的vGPU的这么一个能力 然后在然后就可以直接用了 那它使用的方式其实是很简单的 和哈米原生的使用是非常类似的 就是我们在它的resource去指定对应需要的vGPU 以及GPU的显存 这样其实就整个完成了和Wakalo的结合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既拥有了Wakalo 复杂的调度能力 也拥有了哈米的vGPU的硬格里的 和虚拟化的这么一个能力 当然可观测性其实刚刚先中也讲到了 这个地方我就不重复赘述了 就是哈米和Wakalo结合之后 其实也都能提供在Kubernetes调度层面 以及在Device Plugin这一个层面的一些数据 这样其实就让用户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它的POD分配到了哪一张卡 那这一张卡的真实使用率到底是多少 这个其实目前在其他的项目里面 是没有类似的指标的 那因为哈米作为一个开源项目嘛 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边界和自己的 一些focus的地方的 那很多人其实就会问 那哈米这个项目和社区里面 其他的一些开源项目 它的区别以及它的专注点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里详细的对比了一下 和InvidiaDevice Plugin 以及Invidia的Kubernetes的DRA 那首先 Invidia他们的focus的点 其实是非常非常专注的 他们只针对于Invidia的设备 同时像Device Plugin以及DRA Driver 他们并不关心上层复杂的调度能力 其实他们只关心硬件和Kubernetes集成进来 能够挂载进去 然后其他的都是Kubernetes这个生态去完成的 那哈米其实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哈米是专注在很多 异构设备的管理 除了Invidia还有韩武器 甚至有其他的国产性创的一些设备 其实都可以统一的去管理和调度 然后哈米其实也提供了 基于设备的一些调度的能力 就是像这里提到的 Binpack以及Spray的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任务优先级等等这些能力 可能这是这几个项目唯一的区别 那然后其实哈米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模块 应该就是哈米Core 它是做CUDA拦截的 那它和Invidia现在的一些GPU共享的技术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个详细的对比 可以供大家参详吧 首先就是Invidia有一个叫MIG 就是MIG的这么一个技术 它是一个隔离最特别的 就是从硬件 可能从总线的排布上面 就开始去做了一些隔离 一旦启用了MIG的这个能力之后 它的它可以分成最多分成7份 那每一份的性能是没有损耗的 但这个里面其实它是有物理显存的损耗 就是80G的显存分成了7份 然后每隔10个G 有10个G其实就在被切割的过程中被损耗了 然后最近还有一个比较火的 就是这个MPS 就是Kuda也是Invidia出的一个叫多任务处理的 这么一个技术 就是把多个Kuda的上下纹合成一个 然后再和硬件去交互 然后提高了一个并发性 那Hami和他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Hami应该因为是在Kuda runtime层去做的一些拦截 那它所有的对卡其是没有特别的限制和要求的 基本上它的朴实性是比较高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对它的虚拟化的数量也没有做一些限制 当然因为它是软件定义的虚拟化 可能在性能上面会相对来说 比MIG和MPS可能会稍微差一些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Hami这个社区吧 然后Hami这个项目其实是从前年吧 22年的时候开源的 然后在今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把它尝试再捐给CNCF的基金会 然后也成为了CNCF的Landescape项目 还有那个CNA的一个Landescape项目 然后最近其实我们也在申请成为那个SunnyBox的项目 应该最近估计可能就会有一些更新 然后其实整个的社区发展还是非常快了 然后目前的话Hami其实是有40多个Adopter 就是最终用户已经把Hami用在了他们的测试 然后比如说生产以及准生产的环境当中 然后易购设备我们也目前支持了应该是五种 然后也在接下来一些其他的国产厂商吧 然后其中有几个比较大的客户 已经把Hami用在了他们的生产环境 比如说这里面有工商银行 然后有新网银行以及科大讯飞吧 然后还有这个叫出零股份 然后第四番式和DocCloud其实把他们作为了商业产品的一部分 然后华为就是Wakalo把它默认做了一个集成 然后其实Hami社区发展到现在 就是我们的功能确实还是有很多不完善的 目前只是专注在Hami Core的这个核心能力 以及在Kubernetes调度层面的一些增强 那可能在未来我们会社区会去开发一个UI 同时会去提供更丰富的一些可观测性的指标 然后还有就是和DRA就是Kubernetes的 现在非常开源社区非常非常火的一个技术 DRA去做一些比较深度的集成吧 然后同时我们也会去尝试去管理更多的一些异购的设备 比如像AMD还有英特尔以及国内的比如像木西 或者是摩尔县城等等 对 然后的话这是我们Hami的整个开源社区 大家可以尝试的去关注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Github的地址 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扫个码看一下 然后我们对于国外或者是比如说大湾区的一些用户 提供了一个slack的例子 这个也是一个开发者的一个社区组织吧 然后如果国内的用户或者是用WeChat的话 可能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这个微信的开发者交流群 然后有比如说有关于Hami的任何的问题 以及在GPU虚拟化甚至说推理啊 或者是AI这种大范畴之类 如果有一些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可以都可以一起的参与讨论和交流吧 OK 我们的那个事情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问啊 必须要搭载内容吗 等一下 稍等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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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需要搭载内容是什么 并不是可以单独使用 可以单独使用 对 他们的老子的部分是单独的 连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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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们靠其实是集成在连不够 连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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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集成 对 类似的 类似的 对 对 前面还有一个同事 喂 我有几个问题 首先 第一个是你们是做QDA拦截吗 那如果说是华为的那个 它不是 它是一套那个CAN 就是一套东西 是不是另外做了一套东西 就是每个厂商的那个硬件 它都需要去做另外做一套是吧 对 这一部分只有英伟达是我们通过来前实现的 然后其他的那一部分都是跟对应的算力厂商就合作 去研发了它那个资源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杀核 还有就是说 因为这个其实你是只是把这个做了一个色污的一个拦截嘛 那如果说我这个有恶意用户 那比如说 我不认你这个LD Library Pass 我在启动的时候我给改掉了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 这个隔离效果就没有了 你是说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吧 就是你是注入一个LD Library Pass 作为就是它的这个link的时候 在那个动态链接的时候 给它那个转到你这边对吧 对 那如果说我在启动我这个应用之前 我先 我就 你注入的这个 这个环境面量 我就给你去掉了 那我可以去掉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就 这个拦截是不是就 就就就就就不生效了 这个目前来说 我们说是举例来说是LD Preload 但是实际上实现的时候 他们是通过写入 EPC LD MSO.Preload的这个文件 对 我会把这些这个文件 放到容器里面去 但我理解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 就是我应用我都可以去改掉 对吧 应该是 不一定 这个可能在Device Plugin注入的时候 会做一些权限的控制 比如说文件做止读啊 等等 我今天已经有的话 我也会给你覆盖的 而且可能是做一个止读的 是吧 因为其实现在 其实就几个 国内几个云厂商 其实也做了一些 基于内核的一些 那个一个拦截的能力 对 我们可能和他们的 技术路线不太一样 因为做内核的话 可能他们的成本 以及他们的试用性 可能会比较低 比如说 可能就某一个固定的内核 甚至说这个内核 是他们自己提供的 像供应云一般 供应云一般都是这种思路 对 还有一个问题是 因为我看到 你有那个 Tusk优先级跟抢战 这个概念 那是 你们是有这种 就是共享模式吗 因为如果说 它本身的算力 跟这个显存都已经做隔离了 那这个优先级 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是有共享模式的 就是我们其实是 这个优先级 其实是配合这个算力 超配来使用的 对 因为一般来说 一个设备 它算力上限 就百分之百的算力 对吧 但是使用了优先级之后呢 我其实是可以超过这个数据 明白 对吧 就是它Device Plugin 其实是不能决定说 我把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要用一个GPU 它到底是用哪个GPU 其实本身如果是那个GPU 它可以配合Kublet 它其实是Kublet 去做这个分配的 不是 是Device发音说 Kublet会掉Device Plugin的接口 对 Device Plugin只是一个 allocate的一个 就是在这里面 去把它写进去的 allocate的 它还要配合这个 一个那个调度器 应该是也需要说 知道说 比如说这个节点 有哪些设备 已经被分了 一部分出去 这些 调度器里面是有这个试图的 对 这个不需要改Kublet的吗 不需要改Kublet 这个非常的细节 回头我们可以 相信他们可以加这个去 把问题的机会 留给其他的同事